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总统蔡英文今天接见国际知名自行车选手卡的廖乃耿,Adol Evans,后者将参加今年度的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。 蔡英文期盼透过自行车运动,增进台湾与世界的连结。 义文斯是澳洲职业自行车运动员,也是澳洲首位拿下海法自行车赛总冠军的车手。 他也是藏都运动支持者,曾在环法自行车赛中穿上写着自由西藏的衣服。 根据苹果报道,蔡英文接见伊文斯时表示,台湾自行车登山王挑战的路线被评为世界十大最艰难赛事之一。 该路线从花莲七星潭出发,金泰鲁阁直达台湾公路最高点,武岭是各国好手都想挑战的路线。 蔡英文表示,伊文斯来台参赛有两个意义。 一是台湾自行车觉得国际能见度更高,也更顶尖。 伊文斯一宣布来台参赛,马上就吸引了车友与网友的注意。 许多顶尖高手也即将来台,伊玉和伊文斯同场较劲。 二是自行车是台湾精品,也是台湾与世界的重要连结。 要让这个连结更深更广,伊文斯来台就是很好的开始。